好的 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兩名男子 在光復南路巷子裡的涼面攤前 互相叫囂 一名男子手上拿著椅子攻擊對方 現場一名女子 不斷試圖制止兩人鬥毆 其他人也擋在中間 但雙方還是不斷互罵三字經 打打出手 兩男一女 然後挑釁另外一座人 然後可能挑釁來挑釁去 然後就被人吵架去打槍 警方也很快到達現場 並將受到輕傷的三名當事人送醫 今天警方道場了解 為黃男與泛男 很有關係 在有家兩面吃兩面 隔壁桌的一位無性男子 雙方發生口角糾紛 過程中也發生肢體衝突 據了解 當時雙方都喝了酒 才進一步爆發肢體衝突 雖然雙方當事人並不互相提告 但警方訊後 依然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將雙方送辦 現場交回給棚內主播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